你敢相信吗? 深夜直播间里的主播 为你分享知识的学者 甚至说中文的老外 他们都是数字人 当你还在对这项新技术感到好奇 甚至不解时 却已经有很多人在偷偷卷着赚钱了 自媒体、电商、教育等等 各行各业都在用它提高效率 甚至做副业 但你不用担心 今天木子就为大家介绍一款 集合了数字人视频、直播、视频翻译等 热门功能的超强视频编辑工具 让你零基础 也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数字人 感兴趣的话 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我这次为大家介绍这款产品 叫做万星播报 它和我之前介绍过的一款 超强视频编辑工具 Filmura是同属于一家公司的 官网的首页 我已经附在说明栏中了 大家点击以后可以进入 他们的数字人创作平台 有网页版、电脑端和手机端 所以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都非常方便 首先我们来看看 数字人直播 这个应用最近非常非常火 后台也一直有小伙伴 问我到底该怎么做 今天木子就把操作步骤 分享给你 首先现在很多平台都在限制 无人直播 但是找一个主播 价格也不菲 而且能上班的时间也很有限 或者你的产品想出海 主播却不会说英文 像这类情况 数字人直播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万星播放最近也是根据这个场景 推出了直播版的产品 我体验下来整体也是觉得非常惊艳的 我们可以在官网上方这里 找到数字人直播tab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 这个产品的介绍页 点击立即体验 在这里可以看到 针对不同品类 有各种直播间的模板 这个模板也是持续上心中的 我们来挑一个模板 就进入到编辑界面 左边就是直播的文本编辑 右边就是直播的画面编辑 在左边输入你的直播脚本 文本或者音频都可以 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写 左下方这里的AI智能脚本 也可以帮助你 输入你的产品名称 如果需要的话 也可以更详细的描述一下 产品特点和促销活动 然后选择语言和风格 我比较懒 就写一个产品名称 看来它输出的效果怎么样 哇 很快AI就把脚本写好了 而且结构非常完整 我一整个被惊艳到了 很满意 直接使用 不过有一个小细节大家要注意 这边的框里的文字记得删掉 否则主播会读出来的哦 那如果你要做的是海外直播的话 也可以点这里的AI翻译 一键把脚本翻译成英语 法语 泰语 等等不同的语言 然后在右上角 记得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主播声音 我觉得这个萧萧的声音 非常逼真 很喜欢用它 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写号 调整语速和语调 我个人觉得直播间的语速 还是需要快一些 所以我调到了1.25倍速 我们来试听一下效果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今天的主播小明 哇看到这么多人在线 我真是太激动了 那数字人直播最难的一个点 或者很多人犹豫 要不要用数字人感到纠结的地方 就是直播间里和评论的互动 那通过万幸播报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人工干预 手动添加互动文案 或者你也可以更智能一些 根据直播间常见的一些问题 设置一个问答库 一旦有用户发送相关的评论 就会触发主播进行智能回答 如果你是想要在阿里国际站进行直播 一定要记得用这个功能 因为万幸播报已经入住了 阿里国际站官方的指定平台 好 那我给大家看看有互动的直播效果 是怎么样子的 Hello Hello Anybody here Hi Lydia Dang Oh You are from CN Welcome Lydia Dang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然后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的是这里 关于数字人直播的官方教程 包括我之前介绍的步骤 以及你在不同的直播平台 该怎么用它来直播 详细的配置方式等等 这里都写得非常清楚 只要按步骤跟着做 你就可以搭建一个全平台的数字人直播间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制作数字人视频 这类视频实际上我之前已经介绍过几种方式了 但是整体对比下来 万幸的口型匹配度 数字人和模板数量 性价比等等都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可以在首页点击在线体验 就会进入到这个创作界面 在首页这里值得大家关注的 还有这些其他的AI工具 比如照片说话 文本专语音 视频翻译等等 我稍后都会给大家再介绍 那我们先来看看它到底有哪些数字人 可以看到无论是男生女生亚洲人欧美人 还是中东人这里都有 还有配合不同场景的服装动作等等 我往下滑的时候都惊呆了 这简直是无限流 根本挑不完 有这么多数字人样式的好处就在于 和别人撞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同时呢也能满足大家各类不同的需求 坦白说这么多的数字人只要购买了会员 就可以随便商用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比你自己去找一个模特进行拍摄的成本会低很多 花点小钱就可以解决版权问题 是不是很值得 当然了如果你有自己的专属主播 想要以他的形象来定制一个数字人的话 也可以点击这里进行定制 那我这里呢也分享几个定制的案例 同学们好 我是Emily老师 今天要教大家的单词是 Panda 大熊猫 Panda 是大熊猫的意思哦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星波爆跨镜电商的直播间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一系列新款女装 都是从海外选购的 保证品质有保障 那这些视频啊 无论是主播的形态 动作还是口型都是非常逼真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批量快速的制作一些短视频 就会非常的方便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左边这里第二个tab 视频模板 万星播报呢根据不同的营销场景 制作了各种数字人播报的模板 不需要自己设计 你直接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数字人视频 比如我在这里选择一个模板 然后进入到视频编辑界面 在这里每个选项我们都可以编辑修改 比如你想换个主播 直接选择心仪的那个就好 还有背景文字贴图背景音乐等等 任何你对模板有需要更改的地方 都支持调整可塑性很强 那在中间下方这里啊 输入你想让数字人朗读的文本 如果你想偷懒呢 也可以点这里智能脚本 输入你的产品类型和名字 AI就可以帮你解决 接下来我们需要选择数字人的声音 选择中文男性 可以快速筛选出一些合适的声音 然后选一个你任何觉得合适的就好 所有都完成后 点击右上角导出视频即可 我们来看一下成片 下于无与伦比的游戏体验 尽在我们的游戏手柄 精湛的设计 舒适的手感 畅游游戏世界 接下来呢 我们再聊一聊 外星播报给到的一些其他的AI工具 首先啊就是这个照片说话功能 我相信大家多少都看到过 小和尚说禅宗 学者讲哲学 虚拟AI博主等等的视频 他们啊都是可以用照片说话这个功能去实现的 外星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默认的照片 不同场景都有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当然呢你也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 比如我就选一个这种智慧长者的形象 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里就是编辑界面了 我们和之前制作数字人一样 输入脚本 选择配音 选择字幕和背景音乐 然后生成即可 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视频效果 生活就像一杯咖啡 苦涩与甘甜交织 熬过苦楚 才能品味到生活的甘甜 然后是这个文本转语音的功能 里面有像产品介绍 纪录片 有声书等等不同场景的声音类型 或者呢你可能想根据特定的地区 做一些方言视频 这里也有很多选择 比如上海话 东北话 广西 湖南 西安 广东等等 非常全面 比如我就生成一个粤语的视频 给大家听一看 懂粤语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觉得这个粤语标不标准 最后就是视频翻译 这个功能现在只支持在 Windows桌面端和手机APP端使用 操作呢也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只需要上传你的视频 选择一个需要翻译的语言即可 那实际上现在数字能的应用领域已经是非常广泛了 从制作短视频矩阵号 一个人一个工具三分钟就可以完成 到跨境电商卖家 可以快速制作适用全世界的营销短视频 再到教育 金融 甚至医疗 媒体等 那你认为数字能还有哪些很好的应用场景呢 欢迎在评论期里分享你的看法哦